好 这个 作为这个 玩玩上的一个 新进主播啊 其实我是柴高八头 什么柴艺都会 但是呢 真没人看呢 是吧 我有什么柴艺 有什么 对吧 连人关注都没有 每天男生室里边 连这个人都没有 是吧 我只能这个 尽心尽力的路段小段 凶传一下我自己 然后呢 我发现我的段子呢 点击率说实话 虽然不高 但也不低 哪个段子呢 都有个白色来看 但我就纳闷了 你看完了是好还是不好 你也根本回个话 行不行呢 你哪怕说 我讲的一点不搞笑 是吧 你打两个字 或者你也不愿意打字 那你给我点个关注行不行 能不能增加一下我的小积分 是吧 让我心里边永远回归 除了看着一个数 你说我还能得到点啥 你多点一个关注 你能死 好 OK 那我接下来 我就再讲一个 这个比较恶毒的母亲 就我一个同事 这个快下班了 这个 那天他没开车 他让我送他 快到家的时候 我就看他拿起电话 在车里给他这个儿子打电话 说这个儿子啊 那个 那个你现在干嘛呢 他是妈我学习呢 妈你那个鸡蛋到家 我怎么感觉这故事有点熟呢 然后这个 就是 我这同事啊 直接跟他说 哎呀不好意思 儿子啊 我今天忙啊 这个 到现在这个事还没忙完呢 今天得回去的晚 故意怎么那两三个小时 才能到家 你自己先把桌子洗好了 行不行 我看他人那边 好嘞 电话挂了 挂了 我的女同事就跟我说了 这小兔崽子 啊 电话里问我几点回家 我就不告诉你 我还有十多分钟到家 你看我回家 抓他的正导 我削死他 哎呀 这小伙子讲了半 一半啊 我就感觉浑身已经开始麻痒了 疼痛的记忆 已经上身了 这个故事 每一个男孩子 基本好像都经历过 但当时我们没这么想 现在呢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观看了 这个母亲的这一套 这个做法 和当时这个嘴脸 尤其喊的那啥子 小兔崽子 我深深的怀疑 是亲妈妈 是不是得做一个亲子电定的 我没有 我没有 他有趣选择 都记得了 我可这是 我真想要 绝对了 我有趣选择 我 ho